好 來看到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在中山大學的演講 舉辦了國家希望工程 賴清德教育及青年願景演講 一一說明了包含了幼兒教育居住 國防等政見 同時開放現場的學生來提問 在10月3號晚間 那麼呢 現在有大學生就很犀利的提問了 表示民進黨執政之後 諸多疑似貪污的事件爆出了弊案 如果當選的話 會如何來解決 那麼賴清德呢 是強調說自己不互斷 現在案件偵辦當中 不會為此來辯駁 但是也問了說 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具體事件 也來反問這句 但是也知道網友整個都炸鍋了 好 大家看得到 你看到了嗎 那麼現在呢 民進黨的部分也要來舉行中職會 正式啟動不分區的立委提名程序 今天開始啟動 那麼各派系一席恐怕會有變化嗎 因為就有媒體披露 在民進黨內私下討論 運作不分區立委名單 可能包含了誰 是有了這一位就是前衛福部長陳時中 甚至呢 還有呢 這個前文化部長鄭立軍也在裡頭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 總召科建民 勇運會的林楚英 英姓的莊惠熊 新系的劉士芳 盛宇洪生汗 副團的范雲 還有就剛剛提到的陳時中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現在在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除了在不分區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變動 還有呢要來關心在港湖的部分 台北市內湖南港的一個立委選舉 民進黨略高家瑜 面對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燕秀 還有台灣激進台北市黨部主委 吳欣代的挑戰 先任台北市議員 中佩軍就說了 他認為說現在呢 其實高家瑜的處境 蠻危險的 甚至他爆料 有民進黨支持的立委說 他們是有組織 有企圖的來拱無心帶 好所以呢 他就說 這個高家瑜真的要注意了 處境真的很危險 那麼接下來 馬上就要到了國慶了 你可以看到呢 在國慶典禮的英文名稱 台灣Nation Day 現在引發了爭議 前總統馬英九表示 拒絕參加 好蔡總統說 飄洋在台北天空 去服國旗 大家看到了嗎 網友就說 不然有台灣旗嗎 還是說 人家在問你國民 結果你拿了一個國旗出來 是在騙三歲小孩嗎 前立委 郭正亮亮哥就說 蔡總統 蔡政府的行為 讓獨派很生氣 他們質疑說 台灣國慶日 怎麼會是十月十號呢 民進黨就是因為 不敢搞台獨 又要沾台獨的邊 這樣的行為 讓人很討厭 現在國民黨立委表示 十月十號紀念 確實是 憲法上中華民國的生日 所以呢 應該是這個ROC 那麼如果要慶祝台灣台獨紀念日 就連聲略人士都覺得 不應該是十月十號 同時也呼籲副總統賴清德 一再表明自己沒有太多標籤 那麼這一回是不是也應該出來講清楚呢 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政府 鼓子裡 現在 就是在搞 驚喜師的態度 他一個台灣人 學隊 只不過是自海 自取其人啦 說哇 台灣國慶日 你應該對自己負責 既然你說你不是台獨精順 請你即刻推動 把民進黨的黨綱裡面 台獨黨綱拿掉 包含馬英九總統在內 他過去40年都參加在總統府舉行的國慶大典 因為他認同中華民國 當然也認同台灣 我們侯友宜特別指出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台灣是我們的家 但是民進黨用這種偷天換日的做法 其實只是在搞小動作 也終於讓大家忍無可忍 所以我們再次的重申 希望我們所有愛護中華民國的好朋友 能夠參加真正屬於中華民國生日的慶典 而不要讓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 天天只想著台獨的民進黨 去參加他們所舉辦的台灣national day 好 剛剛提到了陳時中 那麼說陳時中 大家忘不了高端的爭議 先前因為新冠疫苗引發爭議的高端 沒有人打還被銷毀了160萬劑 現在流感疫苗又來了 這黨痛批 民進黨為了高端更改了招標遊戲規則 讓他能夠繼續 鑽工黨也遭到炮轟 高端每一次政府塞給全民打 難道高端是國家在養嗎 流感疫苗正式開打高端疫苗這次也加入 在流感疫苗中佔了10% 約有70萬劑 卻傳出新竹主動衛生所 因為剛好分到的都是高端疫苗 而第一天311個人打完疫苗 卻有130個人 一聽到打的是高端 掉頭就走 百姓不禁納悶 打新冠疫苗時被轟到爆 甚至沒人要打被丟掉的高端 憑什麼現在流感疫苗市場也有它 今年政府還特別想改規則 從最低標改採最有力標 感覺就是在幫高端量身定做 衛福部長所說的藉口跟理由 通通都不成立 我們還改變了長年以來的遊戲規則 讓它能夠卻平中選 機關署說改最有力標 是為了確保廠商品質 但各級炸鍋難道以前其他疫苗 通通沒顧品質嗎 看到過去高端2020年初股價才32元 隔年5月更離譜一路狂衝到417元 市值暴漲到800億 但去年的確銷毀了160萬劑 今年1月到7月的營收還統統歸零 管有炸鍋狂轟 高端每次塞給全民打 難道高端真是國家狗 而高端背後大股東難道就是民進黨嗎 你是靠國家百姓納稅前持穿的疫苗嗎 平均一計是240 700萬劑高端佔70萬劑 就是18% 18% 好體貼啊 10% 我們的薛部長好體貼高端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 人的疫苗的 人的疫苗的 選一的最後國疫苗 要說這背後沒有政府撐腰 這不知有多少百姓會信 記得張宥辭 持續狗好 SMG小組台北報導 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中館前在中山大學 舉辦的這個演講 現場來說明呢 他的證件也開放學生提問 現場同學提問蠻犀利的 首先來看到 在這個第一位同學表示 如何來解決民進黨層出 不窮的一個貪污案件 他呢直接再來反問 對哪一件案子印象深刻呢 再來看到同學就說 疫苗採購啦 還有台南市光電 進口雞蛋 新竹棒球場等等 等等 好也把這個案件 明確的說出來 那麼賴清德強調說 絕對不會護短 但是他也說 這些案子呢 大部分偵辦當中 希望大家仔細關注 這些案子 有沒有具體的試證 同時再說了 民進黨員來自社會 不是每個人都剩人 有問題人離開 好的人在黨內 那麼也希望 學生評論案件前 可以多花一點心思來思辨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現在呢 學生提出質疑 但是還遭到賴清德 這樣一個反問 那同時 也沒有直接來回答 他只說不會護短 因為同學表示說 如果當選了 要如何來解決呢 那麼要解決問題很多 還有再來看到 國內大型的有線電視系統 中加數位 日前呢就遭報 三例控制了其中 百分之二十七的股份 再來看到慶電視的大股東 萬海集團 那麼陳志遠現在傳出了 入股中加 讓國民黨立委李德維 還有的民眾黨立委 陳建華痛批說 時代列導立委 表示說 現在呢 NCC又想要放水了嗎 帶你來看 這個部分NCC給我的回應是 他們正在發函要求相關的幾個機構跟單位 做出說明 所以在這邊我想NCC必須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到底這些媒體有沒有進駐 所謂的有線電視 因為畢竟在我們現在的法令來講 是不允許的 所以NCC也給我一個很明快的答案 就是假如真有此事的話 必須請這些大股東把所有持股出脫賣掉 否則的話 若是你不改善 甚至於可以把你撤照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希望包含三例 或者是靜電視的高層 要好致為之 你要控制自己對於新聞媒體 以及有線電視 整體壟斷的一個想法 畢竟這樣子 是國家法令所不允許的 我們再次的重申 現在三例跟靜電視上層 所做的相關的行為 是中華民國法律所不允許的 我們也嚴正的聲明 要求NCC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 查清楚相關的問題 市政其實都已經足以證明三例集團 確定有入股中家 三例跟中家聯手違法形成媒體壟斷的巨獸 所以這些罪證確鑿的事情 請三例不要再閃躲龜縮 然後也請中家郭冠群 別再裝傻胡扯 而NCC也別想放水護航 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跟立委們現在交指控發表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言論 不時扭曲了主張 侯友宜客問者兩人支持 開放大陸勞工來台 台北市中正一分局 將賴清德 王定宇 吳思瑶 林楚英 蘇巧惠 范雲 蔡宇 賴品瑜 賴慧元 曾博瑜 謝金河等11個人 那麼依照違反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散播謠言 足以影響公共治安令移送法辦 而告發人侯漢廷也來到台北地檢署 告發之後 法官認為 侯漢廷到北檢告發賴清德等人 涉嫌違反了選罷法 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條的前段規定 因移送檢察官依刑事法律規定辦理 而警方再移送的法院裁處 仍有錯誤裁定不受理 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提供給大家 再來看到是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 現在人呢在美國訪問 再次的被問到藍白河的可能性 好 這一回柯文哲就說了 國民黨已經提出了藍白河 超過半年的時間 再也如果要集中力量的話 應該要用個公開 透明 公平的方式 找出足以挑戰賴清德的最強人選 雙十國慶要來看到 總府前會有兩架的運輸直升機 來吊掛兩面超大超巨幅的國旗 飛越府前上空 但是想要來吊掛這兩面巨幅的國旗 前置作業十分的費工費時 每一個環節都要仔細 而且只要有一個差錯 國旗沒有辦法完整的攤開 那麼現在前面數小時的前置作業 就等於是前宮頸齊 國慶雙十總統府前唱國歌 兩面超巨幅國旗 在兩百公尺高度低空飛越 府前緊幅門 這一刻令國人心中超激動 而正面由二零九兵工廠研發的國旗 面料堪稱比降落傘硬度還高 長十八寬十二公尺 攤開來面積超過六十五平 重量達四十五公斤的超巨國旗 底下得配進九百公斤的重塊 還要保持四十五節空速 才能讓國旗完整展開飛揚 吊掛到底怎麼做到 可以如此神奇 超巨國旗大解密 吊掛起飛前整備 光是把國旗攤開來 就需要十二位國軍弟兄 檢查完國旗 下一步對折再對折 折到一定尺寸時 開始捲國旗 在捲旗的過程 前後的速度會是一致 不會有落差太大 那一例在國旗展開的時候 會比較順遂 弟兄椅子排開捲國旗動作 得同步進行 最後塞進快拆繩 準備將國旗吊掛在 CH-400運輸直升機 最後檢查吊掛上機 接下來直升機即將起飛 當我們飛機脫離到 氣勢尺的時候 我們將快拆繩往下脫離 我們飛機保持氣勢尺 已經自空 確定我們快拆繩脫離之後 我們再把飛機停到1504 確認國旗全開 瞬間一大面國旗在空中飄揚 以時速大約八十公里 往總統府前進 在唱國歌這劇道的時候 我們要精準的抵達 總統府前方的警符門上空 只是巨幅國旗飛越警符門前 底下總統府旁邊寫的 卻是台灣National Day 甚至我們的總統還必談中華民國 就怕在天空飄揚的中華民國旗 只活在百姓心中 壓根沒活在民進黨心裡 記者黃毅君王志恩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快點願它開座 各步行進一則 昨天呢 接著